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所有朋友就已经快安顿下来来进行我们下单场的活动 那在这之前呢 像刚才已经问过了大家一个小问题 有点费的问题 对不对 那现在喔 问一下大家 其实这一场呢 是老板还可以全下手吗 就老板自己来上课 也是有 对不对 那如果是员工的话 那很容易就老板害你来 还是自己想来的可以去下车 也是 就是一半一半啊 对不对 那有手机在什么时候 我们要来这个问题 要被干透了吧 对不对 这样刚才我们提到呢 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通过网络 还有手机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呢 来提升我们生活的便利 然后也可以发生到其实 这些工具在我们生活 日常生活就是它不可过去的 然后在工作上呢 其实又可以怎样的帮助我们 其实在这些客机 我觉得有时候 一件工夫的老板 他除了要注意对外的运作 可能可能要去盘生意啊 可能要维持一下公司的形象啊 那之外呢 那员工的问题 他们也是非常关心 因为像是一些福利的问题啊 像是员工啊 令发乔架 这些其实老板都是 非常非常要去顾虑到的 那身为员工的我们呢 我们最关心上的 有时候请假的时候 老板out of office怎么办 然后偏偏的话 cash card有很多房价 就是你请假那天拿房价的 对不对 开个玩笑的齁 那 这位老板呢 其实也是非常想要快一点 可以考生完这些 意识上琢碎的事情 好让那些房价的人啊 可以尽快的交接他们的工作 因为家庭是要放的 只是说那个工作上面的安排 可能就是要等到 多多多啊 还是就是 那些过程 结束了多多才能够真正的去进行吗 对不对 我们相信 然后的运族还是老板 都会遇到这样的很多问题 那接着下来呢 The Jason又下一次上场 为我们出场 来讲解一下 Employing South Service 就是一个员工自助服务 这样子来的体验 那如何减短这个锁碎 还有用户卡 因为他身上必要的 这个过程的安排 那后来你把这个过程 如果节奏的话 其实他真的会为我们公司的效率 大大的提高 来有请Eason 感谢给他